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德 今天本来想介绍另一款稍微正常一点的游戏 但前几天不小心看到了这个广告 今天我就操作一波给你们看 先不好后退了,再重新注册一个 名字随机取一个 好,进来了 登录就送1000万钻石加300连抽 领取福利,打开背包 看到没?是不是1000万钻石? 是不是300张召唤契约? 我说的这些,要没有 你就直接把游戏卸了 我看完真的是笑了 这到底是在攻杀小 还有这位不是Overload的雅尔贝德吗? 真的也是一言不合就被致敬 不讲武德 那我们今天就来读这一款 饭花手记 该游戏如果你看Play商店 填的公司资料是1.cn 这一看就知道是乱填的 Google的审核机制真的也是蛮鸟的 基本上你直接按这个名称搜寻 是找不到这个公司资讯的 而你直接Google 饭花手记 能找到的资讯也很少 你可以找到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得比他好的网站 但一样没有任何的公司说明 就是各种常好常满 可能有人到这边就放弃了 如果这么想的你就会被困在第一层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点键盘小魔法 就会临到一个梦玩游戏 没听过可能是新公司吧 于是你又放弃了 那你就被困在第二层 可能会有人去用中国的百度跟TabTab 但可能也不会找到太多相关的讯息 最后需要顺藤摸瓜一下 才会找到这梦的镜头 9377游戏 这就是游戏的开发商源头 其他我们看到的都只是烟雾弹 这间公司也是中国专门量产 传奇放置类垃圾游戏 却想用精美的糖果子包装后 为你吃下 而关于这游戏 其实还有很多影分身 有些来自不同公司 诸如 爱玲诗篇 放置少女团 苍蓝断章 苍蓝轨迹 苍蓝莫世录 境界惨想 境界旅人 乘见契约 异界气势团 纯白境界 有的还在营运 有的已经停运了 但其实他们全部来自于同一款原IP 苍蓝境界 游戏内的资源做魔改 该款游戏主攻日本客群 不过在2020年1月已经停运 于是将美术配音等相关资源 卖给其他中国厂商运用 而关于这一款游戏的玩法 还有另一款跟它类似的游戏 闪烁之光 上述大部分的游戏 全都是基于 鉴于远征的变种 也还有很多同款的致敬之作 真的讲不完 这次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我们进入本次游戏介绍 这游戏的玩法就是放置型卡牌游戏 故事剧情 一样不用屌他了 不会有人期待这种破游戏 有什么故事深度让你咀嚼吧 而到这边 其实你也可以卸载了 因为根本也没有他所有300抽 跟其他奖励 果然FB的广告 不是在诈骗 就是在诈骗的路上 但头都洗了 我们就继续玩下去吧 搭配新手的任务 就是一路照着点点点点点 这几乎就是游戏的玩法了 其实某方面还蛮疏压的 会有一种一直变强之类的成就感 其他就是抽卡突破养成那套玩法 那我们来看看商城 好大的雅尔贝德 迷豆子 不要以为没咬足痛 我就认不出你 还不快点出第三季 请问一下你跟初音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商城还有谁 格伦维尔 吸血鬼 辛泽雅 艾蜜莉雅 连赛马娘都有了 工会系统里面还有一位可位 这边还有很多妹子的立会 如果有看到一眼熟的串场 千万也不要太感到意外了 有些我也是看着眼熟 但一时也想不起在哪看过 请没让我年纪大了 记忆真的不太行 凭心而论抽到SSR的几率还是蛮高的啦 但其实我也没特别开心就是了 结论 绘图转身 不死不灭 这100%就是个垃圾游戏啊 如果你想拿来当抽卡游戏 我是没有意见 只要不要课金就好了 我也想不到课金的理由 但如果想玩刷抽卡的游戏 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选择 你也可以当作是玩动漫大考验 附件二次元记忆之力 而这款游戏还有个好处是 玩的人非常少 基本上你不用太花心思 就可以当前几名的大佬 如果当不起天堂M的前端战力 或许可以考虑来这边称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的 我们下次见 拜拜